凯里引用巫统和其他各方 无法遵守防疫标准操作程序 SOP为由 禁止在马六甲 进行一切与政治有关的集会活动 这一声明受到了在野党的批评 餐厅和商场都已经爆满人群 凯里确确禁止甲州 选举政治活动群聚 诚信党莫哈 莫沙布也与马来西亚 已经变成一个奇怪的国家 他说 卫生部禁止任何与马六甲州 竞选活动有关的讲座和社交聚会 这是非常奇怪 他今天在国会指出 这是因为全国大部分场所和活动都已经开放 马六甲现在处于国家复苏计划的第四阶段 餐厅和购物中心都爆满 婚礼和课程可以继续进行 马来西亚已成为世界上最奇怪的国家之一 大马的政策常常招令膝盖 就连疫苗政策、行动管制、令的执行 都令国人摸不着头脑 今天的马来西亚 只能用混乱 Kellum Kibbert来形容 行动党兵州 疏离主席拉马沙米批评卫生部长凯里 是一名伪君子 Oran Munafic 因为他知道在他面前发生的事情 但没有勇气和政治意愿阻止马六甲州选举 凯里没有采取有效率的方式 取而代之的是 宣布将不允许 马六甲在一个月内 进行所有与政治有关的集会 他形容 甲州州选举凯里 禁止集会活动成为 对希望通过州选举 做出改变的民众的最大打击 拉马沙米今天发表声明称 如果禁令不解除 则意味着有人 会通过凯里铺就的道路获胜 现在希望联盟 面临着一团糟的情况 这可能是与政府签署 关于政治稳定和转型的谅解备忘录 必须付出的代价 他指出 无论凯里怎么说 上述决定都无法掩盖 他们的政治目的 控制反对党的集会活动很容易 但控制中央执政党的活动却很难 因此 在甲州禁止一切 与政治有关的集会活动 只会对持政党有利 他说 在没有集会或政治活动的情况下 他不确定政党将如何为州选举做准备 为什么 在疫情无法完全控制的情况下 还允许州选举 他提醒西蒙 必须再小心警惕 避免因为 可能签署备忘录获利 而跌入陷阱 这只是一方面的游戏 谁是胜利者 已经很明显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指出 对于政府宣布 禁止政党在马六甲举行 与政治有关的集会 该党将寻求法律意见 他今天推荐 甲州行动党国家 选举机构时说 党的法律团队将研究卫生部长凯里 宣布的相关禁令 是否符合选举法令和相关规定 他还表示 执政党可能因为州政府垮台 以及对疫情和经济管理不当 而害怕面对选民 政府不应该因为害怕面对选民 而违反民主 以公平独立自由和公正的方式 举办选举 取代选举委员会的作用 民主行动党和西蒙领导人 将开会讨论 对州选举的限制 这些限制 旨在阻碍反对党 并给执政党带来优势 如果凯里真的担心州选举 会增加新一波新冠肺炎的风险 他不会允许州选举 虽然数名反对党都不赞同禁止 贾州政治活动 不过 马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 提醒国阵及西蒙 人命比政治讲座来得重要 别让历史重演 过去的沙巴州选 我们已经看得到冠病病毒所带来的影响 这个影响直到现在还在 如果爱惜人民 就以他们的性命为先 他在推特转发国阵 及西蒙领袖批评卫生部长凯里 禁止所有政治集会的新闻时 这么表示 人命比政治讲座来得重要 交通部长拿都司理魏家祥 劝告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不要再转移话题 应好好的在11月2日 针对沿海贸易政策与他辩论 届时也可尽情地发问任何问题 魏家祥指出 有关沿海贸易政策的备忘录 于10月8日提成内阁 内阁已在10月13日再次讨论这项政策 政府已做最终决定 而他将会作为政府的发言人 他说他在数日前已从伦敦返回我国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 隔离期将在几天后结束 目前我只收到一家电视台的辩论邀约 也就是自愿担任辩论主办单位的第三电视台 我也回复了第三电视发给我和林冠英的邀约 魏家祥指出 他只耗时一分钟就答应上述邀约 反观林冠英特别清点了两名国会议员 前任副部长作为他的代表 负责接听或回复第三电视的来电 以确定是否会出席在11月2日举行的辩论 他也于 在只需回答会出席或不会出席的问题上 林氏竟然需要出动两名国会议员 反观他一直都是亲自与主办单位交涉 没清点或委任代表 他说林冠英同意随时进行辩论 因此当第三电视建议11月2日进行辩论时 就不应出现拖拖拉拉的情况 我以第一时间答应了第三电视制作人 如今林冠英是否想反悔 若他遵守诺言和尊重第三电视所做的安排 他应立即同意 不必以诸多借口推堂 我们就专注在沿海贸易政策 林冠英可以尽情发问 而我将如实回答 绝不逃避 林冠英 我将在第三电视台等你 希望你不会成为逃兵